兄弟们说句公道话 你们觉得暗区最丑的枪是哪把 485M NoNo QC61 还差点还差点 哎 你就你 狗杂 尤其是没改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小丑 没事我的大宝贝 看我给你改造一下 秒变更丑 本来就短小惊悍 又上了这么大的竞价 说不出的搞笑啊 可不关我的事啊 这是评论区粉丝兄弟出的主意 喜欢狗杂的可不要喷我哦 话说你们觉得30发的弹侠丑 还是20发的丑 咱们都试试 就像人不能光看外表一样 枪也不能光看好不好看 得看威力啊 那我们直接进药塞试枪 先试试在野外加点打架 再试试室内硬钢的情况 那 狗屋想枪了 那我们就不去坦克房了 直接从地道摸过去搞他们 摸地道可要小心了 毕竟小老鼠们就喜欢 走在阴阳的小角落 看我火眼金睛一探究竟 我刚才忘了吐槽这个镜子了 你们这些让我玩七八枪的 都喜欢这破镜子 这最难用啊 这狗藏里的人呢 不会跑了吧 你们不往我这儿跑 就是往空头那儿跑了呗 追 还真有傻小子过来摸空头了 慢慢摸过去 直接秒掉 不得不说啊 这口径的子弹就是猛 外围不能待太久啊 先来个手雷 清一下院子里 咱就进去 等等 啥当劲 有人抽我 快快快 进院子 幸亏对面枪码不行啊 哇 极拼屁股啊 不愧能凑到一队去 一个枪码不好 一个耳朵不好 我还想再夸一下这子弹啊 伤害真高 这还只是SP6啊 等会儿兄弟 你不会以为我没发现你吧 先假装没看见 哎呀 哎呀 剩下的人呢 我不知道 直接回拉 瞬间秒掉 SP6 我 等会儿再夸你 最后一个小伙子来咯 不是 自没干掉 这破镜子 我真服了 不用你了 谁说我非得开镜了 妖射拿下 SP6 你太猛了 我要给你生猴子 stop it 来看看这些小含含的装备 屋里的老六师 半改GJAK BT弹 摸了半天了 弹挂和包里 给我来点好货呗 嘿嘿 看你的队友打样 四套索米 包里照样没啥好东西 还有这个耳龙哥 能不能来点好货 三套G18C 不出意外 包里也是啥都没有 算了算了 外卫也算打完了 我们一个闪现 来的要在 话不多说 直接猛冲老六皇 对面人要出来揍我了 不是 啥都看不见 有本事你出来 你还真出来 哈哈 他队友怂了 没跟过来 那我们分科手雷排点 然后直接猛攻 好 差点被自己的手雷抱头 以免还没人摸 能不能让我捡个漏 行 小漏也是漏 呦 腰在里面没动静了 老六皇外面都是来人了 打哪不是打呀 开干 本来还想狗一手打偷袭 结果这破人机给我暴露了 没办法 开干 有人先拉回来 估计要去左边架 提前描好 直接抱头干掉 这破镜子我真是不想吐槽 太难用了 剩下的一个在这个小屋里面 兄弟听见你咯 出来吧 敬酒不吃吃罚酒 着急了吧 要出我了吧 不是 你咋这么怂啊 是不是爷们 爷们要战斗 直接拿下 好家伙 我也差点个屁了 啥装面你啊 修腿SRK 兄弟 你再勇猛一点的话 说不定呼呼大吹的就是我咯 包呢也没杀好东西 不过有我需要的手术包 还行 把门口的人机清理一下 去看看他队友 不是我刚做好的手术啊 人机穿没给我打黑了 这是尤文来腰塞上班了 通通拿下 来看盒子 AK102 4甲MP5 包里能不能来个大货 世界如此美妙 我却如此暴躁 腰塞里应该没人了 看来这局也是毛都没出啊 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最丑狗达怎么样 够不够奇葩 还有什么更奇葩的枪 尽管呈上来 让我打打试试 只要别用这破镜子就行 点赞关注 拜拜